在老師的帶動下羅東正麗幼儿园的小朋友 一起大跳活力健康操 為接下來的聚會競賽做好暖身動作 为让小朋友从小培养 运动习惯训练体力 罗东正立幼儿园的 慈幼州系列活动重头戏 亲子运动会 邀请了家长跟孩子们 一起参与游戏竞赛 透过相互合作完成任务 促进亲子间的感情 同时也让家长 见证幼儿园的教学成效 看见孩子们的成长 也要感谢我们所有的家长 我们大班小班中班 还有幼幼班的家长 一起来参加 跟我们的小朋友 做这样的一个 亲子互动的一个运动会 那在运动会场上 你看到的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甚至哥哥姐姐呢 跟我们的同学们的一个互动 那也是一种很棒的一个 亲子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关系 平常老师给这些同学们 他们的大肌肉的训练 那希望说不管是幼幼班 小班中班大班小朋友呢 你可以看到他们在 这一个运动会过程当中 的逐渐的一个成长的这个历程 你看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的这个展现出他们的体力 因为我有三个小孩 所以其实我都会轮流 那轮流的时候其实都还不错 是说小朋友的那个活动力 跟参与感其实是不错的 也是谢谢老师在学校 有跟小朋友互动 然后有幼且教导小朋友说 我们做的活动的内容 我觉得还蛮谢谢老师的 然后也谢谢小朋友 现在的表现是因为老师的教导 所以他很有意发表自己的表演 然后也很配合了参与学校的活动 我觉得他们今天的表现一起棒 罗东正立幼儿园今年运动会 特别设计了许多亲子互动游戏 不仅训练小朋友肢体的 协调性跟反应力 也建立孩子们的自信心 跟团队合作的精神 更希望家长可以参与 小朋友的成长过程 让小朋友健康快乐地长大 依赖新闻记者李耀珍采广播导